恩典365 365天天天活在神话语的爱和恩典里面 这两天和大家分享说 做父亲做母亲的人 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儿女 但是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 做父母亲的有利的责任 要管教我们的孩子 不只是生养他们 要教养他们 但是要教养他们就要随时管教 随时就需要给他时间 如果我们老是不在他的身边 我们怎么可能随时管教呢 二十年前我还在电视上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做新闻主播 有一段时间我有一次的采访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我们很少出去采访 常常会让我们出去采访的时候 都是有一些大新闻 有一次在一个KTV里面 有一群13岁左右的孩子 大概有二三十个 他们在里面唱歌啊什么 结果跟隔壁的厅里面 冲突了 冲突之后 对方是大人 他们是一群12 30岁的小朋友 年轻人 国中生 结果他们竟然升起来一群人 跑到停车场里面 拿一个铝棍把对方给打死了 等到他打死之后呢 他发现说打错人了 根本不是那个人跟他们冲突 打错了 可是人已经死了 哇 闹到很大的新闻 13岁的年轻孩子 而且是二三十个 一起起来行凶 竟然还敢把人打死 闹得很大 我们去做采访 我在警察局里面看到一个画面 让我真的觉得触目 触目惊心 一群爸爸妈妈陆陆续续续跑来 因为孩子被抓了 孩子出事 惹出事来 每一个父母亲进来 几乎都在讲同样的一句话 就是 但是怎么会呢 我儿子很乖的 每一个爸爸妈妈都觉得 我儿子很乖啊 怎么会闹出事来 父母亲根本不知道 孩子在外面做些什么 父母亲根本不知道 孩子跟谁在交往 父母亲根本不知道 孩子流连在什么样的场合里 以至于在他的面前 孩子都很乖 但是孩子究竟如何呢 每一个父母亲都懊恼极了 因为没有给孩子时间 以至于孩子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孩子跟谁在一起交朋友 我们不知道 孩子现在在什么场合 不知道 给孩子时间 我自己 那个时候我孩子还小 大概才刚出生没多久 我觉得给我一个 很深的一个印象说 上帝求你帮助我 让我做一个给孩子时间的爸爸 我求主帮助我 无论我的孩子一生走到哪里 发生什么事 让我永远不说 怎么会这样呢 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啊 求神帮助我们 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就必须照着圣经的原则说 随时管教 要随时管教 就要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 不要像昨天 我们好像讲到以利 以利在他的专业上 做得很棒 会带别人的儿子 但是不会带自己的儿子 他带出一个很棒的徒弟 叫撒末尔 他会带别人的儿子 在专业上带出一个很棒的徒弟 却不会带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糟糕得一塌糊涂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在事业上 却花很少的时间在家庭 在孩子身上 不要只在办公室里面 很会带部署 却回家不会带儿子 我们谁都不敢责备谁 我们只是一同 在圣经的真理面前 低头敬畏神说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你的恩典 做一个和神心意的父亲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透过圣经的真理 光照我们 我也是做父亲的人 主求你帮助我 让我不只是在教会里面 忙很多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带别人家的孩子 却不懂得回我自己家 带我的孩子 主帮助我花时间 在我的儿子女儿身上 主啊 求你把这样的真理 放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除了把那些 外在很好的条件 为孩子预备好之外 花时间 在孩子的身上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花时间 在你的孩子身上 你 绝不会后悔 我最后悔